最后我们做一下推出登录 这就更容易了 推出登录它请求的只是一个API user login out 这么一个接口 它不会传递任何参数 所以说我们需要新建这么一个 这个上面都市没写 我补充一下 修改密码 需要新建一个路由 推出登录 我们看一下路由的方法 应该是post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router.post 新建一个路由 然后路由的名字叫logout 好 也需要一些验证对吧 验证呢 我们这个地方只要一个login check就可以了 就登录验证就可以了 因为它不会传入任何参数 所以说上面这个格式验证就没必要了 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 需要我们自己的逻辑 这个地方其实我们直接去调用control就可以了 因为它没有什么参数需要获取 对吧 OK 那这样control了 我们这要定义 在control这边定义一个 定义一个推出登录的 也要logout就完了 然后需要一个ctx 这里面的逻辑很简单 就是我们deletectx.session.user.info就可以了 推出登录这个过程就是什么 就是把session给干掉 你session没有了 那你登录状态也不存在了 然后你再刷新 那就会把你给踢出来 对吧 推出登录 然后return一个new successmodel OK 推出登录 然后我们把注视给写上 好 推出登录 把这个函数再给它输出出去 OK 在这儿保存 然后在这个地方上面引用一下 然后在最下面去 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ctx.body.us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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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把ctx传进去 保存 推出推出登录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启动服务 好 启动服务之后呢 我们 刷新 还登录了 没问题 对吧 好 这个时候我们点推出登录 好 登录 退出 就是已成功退出 登录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接口返回 因为跳跃了 所以说接口返回没有了 但它返回的确实是200 没问题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没登录的情况 再去访问这个setting 就不行了 这就不让你访问了对吧 证明咱们确实已经退出登录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重新登录 就登录个 还是理事吧 你买123 登录 OK 就已经登录回来了 所以这个退出登录 确实已经成功了 并且是把我们踢出来了 并且是我们再重新去访问这个 用户设置页就已经不行了 就已经进不来了 必须要重新登录才能进来 OK 这就是退出登录 现在需要把代码给它提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DIF 大体看一眼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代码对吧 所有改用的代码 然后我们add一下 这个地方有两个功能 其实应该用修改密码和退出登录 这两个功能一块起 也没问题 因为这两个功能都不是很大 我们本章就是用户设置这一章 整个四个借口就已经讲完了 就是修改用户信息 上传图片 修改密码退出登录就已经讲完了 回顾我们整个的流程 其实还是这么一个过程对吧 路由层 路由层包括API和模板的页面 然后KTRA层 业务逻辑层 以及这个Service层 以及HOMAR这个整体 这个DB操作的这一层 还是这么个套路 反正就是我们经过每一步每一步的 去实现这个功能 然后每一步每一步的去加深 对这种系统设计 这种分层结构的这种印象 直到最后你把它看图 把它真正的记录为止